好 各位貴賓 各位同仁 我們按照表辯大概還有將近15分鐘的時間 就這一個綜合討論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寶貴的意見 那在各位還沒停出來之前 這邊先做一個預告 跟陳總建議報告一下 我們學校為了要練解場官學院的生產力4.0 我們明天會繼續再辦一場 跟紡織產業有關的生產力4.0告翁的問堂 大概從明天早上到明天下午大概到3點 那這裡面會有經濟部工業局的紅組長 文化組的組長過來 還有產業中文研究所的主任 推動生產力4.0組過來 還有將近有10家11家的業者 包括紅圓還有台南房子這些大廠商會過來流氧 所以這個我們學校也積極在投入在生產力4.0 希望能夠扮演一個中間媒介的角色 怎樣去把業界跟我們學校的這些 還有官藥產學院面接起來 那其實剛剛我提到陳總還有事業總監獄之後 我有幾個感想 第一個 剛剛這個陳總提了這個 尤其是我們運動這張產業的 iSport這一個需要的文廠 我們大列的文廠 很可惜在我們民生學院裡面 老師 學生 目前可能都沒有這方面的文廠 所以我強烈的建議 因為我們民生學院也因為屬性的關係 未來可能一定要跟我們直科院那邊 跟老師的配合 甚至於說我建議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直科院的 調幾位老師到民生院裡面去 當總指老師 否則的話民生院你未來 你這些系將來要去推生產力4.0 是有困難的 真的是有困難 所以我們在 我記得現在有一位老師 製科院還沒有 在商管院裡面調老師過去 未來製科院的老師 是不是直接調一兩位老師過去 當總指老師 另外一個就是其實提到了 陳總這邊提到了一些十六落差的問題 我們學校其實一直在做 第一個 課程的需求 那這個課程需求當然一定是產業界的需求為主 否則的話我們學校裡面的老師 要避免造句在那邊規劃課程 結果偏要出來的學生 到業界裡面都不能用 所以其實在個系裡面 都有這些諮詢的顧問 每人開一些相關的或會 依照這個業界的需求來開課 這個是不用值的 第二個就是夜市的聘任 剛剛謝總監他也是屬於家藥 中華一道的業師 其實我們學校也是透過教組計畫 典範計畫即使在聘業界 甚至於我們聘的專任老師 都一定要有業界經驗 沒有業界經驗進不了學校 專任老師 我講的是專任老師 第二個是師生的到校外 帶產業界去聯繫或實習 在學校裡面這個都是必修 而且是規定要做的 不僅是學生至少要兩個月以上的 到校外實習 而且這個實習不是說去那邊逛一逛就好 我們老師都系裡面多安排老師 到業界裡面去訪視學生做報告 將來教育部大家年底的時候 要來做評鑑 這個其實對全國大學院校 都是至少兩個月以上 有學期、有學年甚至於海外的 另外現在記者教育部通過了 教育部規定 記者院校的老師每六人 要有半年的時間到產業界去聯繫 這個也是我們學校規定要做的 這些無庸啊 目的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縮短學用落差 就是剛剛這個陳總經理提到 怎麼樣新手變成熟水 就是這樣 學生在學校學習的、老師教的 希望能夠把業界那一套把它搬進來 當然剛剛陳總也提到說 這個能不能把澳洲那一套搬到台灣的知識院校裡面 規模可能沒辦法達到 這個也是我們每一次大陸的學校 來我們這邊參訪的時候 我一直跟他們講 我們去參觀大陸 大陸的學校真的可以開工廠 但是很一樣我們台灣的學校 沒有很少有一家真的 可以把那麼大的工廠建設在學校裡面 因為土地有限 所以可能也只是一個小工廠 沒有辦法做到大的工廠 尤其是在記者院校的學校 我們記者院校的學校裡面 像台北科大、台灣科大 台灣科大的這個校地 還比我們昆山科大少得大概二分之一而已 他怎麼把大工廠搬到裡面去 我們大概都是一些小工廠 十月十二邊 很少說這個 除非說像台大、成大那麼大的工校地 才有可能 否則的話大概只是一個局限的小工廠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把學生利用暑假 學期、學人把它送到店這裡面去 因為你學校裡面沒有這大工廠 讓我們學生去做這相關的食物的練習 那就只有透過程學來做 做到工廠裡面去做食物的練習 那將來當然我們也很期盼 業界提供 不管是我們的老師練習、學生的實習 希望我們業界都能夠提供給我們 怎麼樣的一個機會 這個也是我們主要的一個目的 除了一些研發之外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師生 在研修、實習這一塊 能夠獲得業界的支持 那這樣的話 或許將來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 就可以收到他的學生或差 不像我的開想大概一 所以第一個是校內的 我們民生學院的這個院長主要 一定要自己去好好想一想 你要去推動這個 運動健康的生產醫師平均的時候 需要你沒有失之 這個都不用談了 都做不起來 第二個就是我們期盼業界 提供我們的機會 透過程學會做 我們老師、學生一定要這個認知 你沒辦法去做 去畢業之後去縮短那個學用落差的話 你將來要拿到高薪的話 其實是很難的啦 其實是很難的 那講到這個地方 我有一點擔憂 因為剛剛從中子經理提到 業界老闆他要的不是你的高學歷 他要的你是不是能不能上手 對不對 你高學歷你能到博士 你沒有辦法上手 你的薪水能夠高嗎 打不很好 你的學歷雖然你可能只練到高職專科 但是你進去就很厲害 就能夠馬上上手 馬上從這個生手手手手到精通 很厲害 但是未來的他如果說真的要學歷 他可以一方面上班 一方面再回國後來來練書 利用科技知識來練書 所以這一點就讓我擔心 未來更小的招生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的學生 我學生年輕人現在會這樣說 我現在把技術學好 我馬上去就業 得到老闆的認同可以上班給我 有需要我再不會過頭來來學校練書 對不對 我不需要高職專畢業以後 我就要進去大學練書 因為我到練大學完了之後 搞不好還是生手還是新手 我拿的薪水還是只有兩萬二 這點也是有點擔憂 對學校來講 站在學校的角色來講也是有點擔憂 萬一真的未來業界 所以我們學校只有一個努力 要努力的 就是怎麼樣去收到學能側差 一定要往最後 老師要學 學生更要鼓勵他去校外實施 而且是真正的校外實施 否則的話萬一真的 我們是未來的年輕人 他有那麼一個想法 我們學校的一個主管 就親自於他的一個小孩子 他是男儀中的頂尖者 本來他老爸他是希望說 他將來是練台大醫學系 只要從一年級到二年級 幾乎都沒什麼問題了 醫學系的都沒問題了 他好像就只有這麼一個孩子 結果他看到了一些電視新聞 郭台銘以前沒有練到台大醫學院 他賺了那麼多錢 他放過來 他還可以去捐錢給台大醫學院 有很多博士生畢業出來炸雞排 所以這位他的孩子 就因為這邊的一個觀念 所以從三年級開始 高中三年級開始 就不是很努力的去練書 所以只考考試的時候 當然就沒辦法 到一個考到一個很好的學校 所以很可惜 所以這個一個價值觀 也是讓我們很擔憂 真的是價值觀非常擔憂 所以現在我不是在唱衰 我們民生學院裡面的事 現在我們從報章雜誌 在教育部過不出來的資料裡面 民生學院的所有的 所謂的這些磁科文明的事 跟我們的創媒學院裡面的 這些設計的事 其實在教育部過不出來的資料裡面是 在薪資裡面是最低的 是最低的 反而是一些工程學院 資科學院 剛剛陳總提到的 那是那五樣的人才裡面 其中最有適量的人才是屬於 資科學院和工程學院 除了一個生產工業管理 13萬學院之外 但是這些目前的學生 招生是最沒有問題的 設計跟民生的裡面 各校都一樣是沒有問題的 反而是一些工程的資科的 這些屬於工備制的 招生是最有問題的 當然我們學校是沒問題的 你看一些其他學校 南崗、編東 編東今年是考的這個年登 大招收1100位 缺有760位 將近800位 這些都沒辦法去用 這些工的資科的 就是缺了一大堆 學生不練 學生不想報名 他反而是要設計了 民生學院的這些科系 所以這個即使在學校來講 我想各校都一樣 會有這樣的壓力渣 真的 所以在 我也不曉得怎麼樣 這個教育部 然後就是 這個勞動部這邊 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鼓勵我們的學生 來練這些資科工的 希望這些巨量 希望這些屬於工程的人才 或者未來這些人才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大家都一握工去練 設計民生的這些戲的話 將來我們去搞事哪一年 我們去走事哪一年 我覺得是到底有點擔憂 這個是我的感想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 其他要建立的地方 或者是業界 需要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都很樂意來配合 我想過 雖然教育的這個經濟 行政院把生產業4.0 這個名字把它拿掉 但是我們學校 不管是在製造 管理 服務 我們還是照推 我們還是照推 我們從去年就已經開始推了 我們還是繼續推 所以今天辦了這個運動健康 4.0 我們明天辦了紡織產業的4.0 就是透過 其實都是透過 剛剛陳總經理提到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裡面 它有一個平台 五大產業的平台 還要補看了一下 因為統治產業在我們南部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主力 統治產業也是剛好 前政府團隊裡面 他規劃出來的一個五大產業裡面 其中的一項 所以我們才基金 基不可失誤 我們也趕快來做這麼一個研究研討會 好 我想 不知道各位長官 各位先生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有一些意見 我們學校都不可以配 我也希望今天在研討會 我們又簽完之後 民生學院院長系統老師們 好好去思考 好好規劃 我們哪一個地方可以著力的 一定要有全力來配合產業界 當然我們也期盼 產業界能夠提供機會 給我們老師學生 都可以編繫或實習的機會 各位大家午安 午安 午安 其實我剛剛有聽到陳總經理 他提到的勞動部 他未來所推的一個運動休閒產業 在生產14.0的一個在職人才培訓的架構裡面 他提出了五項 那這五項的話 其實在國市業界的一個 已經二十九年的經歷了 那其實以這邊來看的話 業界在看的話 他少了一點 應該是講說一種溝通的一比三個 互動 他這邊都完全沒有 那這些資料 比如說完全是沒有資料的 沒有一個真實的 一個精明的一個資料的話 那你如果從這邊的一個 巨量資料工程師 或者是說霧年網的應用工程師裡面的話 他的一個依據 是會有一些失真 這是我想的一個問題 那像我們今天帶過來的一個教練群裡面 其實就有兩位實習生 就是以這種 怎麼樣去讓他們學習到真正的一個補充 他們資料的落差 那今天我也很開心 就是我問他們要不要來 就是我們有一個記者會 他們也到現場 陳綠涵教練 你舉一下手 那像他的話是遠東科技大學 他來我們學校實習半年 那實習的話 其實我站在業者的一個教育上的話 我非常注重這個區塊 我們會希望說 當他能夠在這邊辦理的時候 他能夠學到哪些東西 包含他的A很重要 未來其實A的話在職場上 你要爭取到一個好的一個薪資的話 其實他是在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有些他可能就是KS技能知識的話 認為說你學習的話 其實他的話很多人都可以學到 但是只要你的態度不對 很可能你第一個面試你就被打掉了 這其實我覺得說在學校這邊的話 其實一個KSA的一個訓練的話 是在A的一個態度上 職場的倫理上 他就是說一個管理面的話 可能就是需要一些真正的有一個經驗 經驗的一個傳遞跟傳承 我覺得這邊的話非常重要 好那伸手到新手的話 其實因為像我們另外一位那個 來自警局下手 馨慧他是名教練 那他是那個家藥家藥的兩個月的一個實習 那他在我去他們那邊上課的時候 他就他就對我們運動休閒非常的興趣 那他跟我提到說他能不能就是利用他 不是在開始修的時候就開始過來 那我能我認為說這個是一個很好 以他的一個時間上他的興趣 那現在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學習動機的時候 那我會願意就是說去突破 以前的一個實習的一個模式 你不一定要等到暑假才來 只要他願意學 那其實在我們Ginnyville 跟龍鬼王是很願意講的 我都希望說未來這個傳承非常重要 那生產力4.0其實 真的要提升到一個職能的一個補助 他的一個落差的話 可能需要真的需要一個殘學的大家來共同努力 那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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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勞動部這邊未來是不是還會繼續來推 那這部分的話大概就是承辦 大概有跟經濟部那邊 他們大概有定期聯繫會議裡面的話 他是有針對這個部分去討論 就是說雖然現在新政府談的是所謂的智慧機械 但是其實未來的話 大概生產力4.0這個名詞可能會暫時出題 那取而代之可能會類似一個智慧產業的部分 那其實智慧產業這個部分的一個發展 他其實他裡面框架的部分還是生產力4.0 所以在經濟部份或者是勞工部未來 在這部分的話他還是會持續的去做一個進展 那另外的話就是剛剛在 謝總監在談到說關於陳總所報告的 那個人才培育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這邊大概會有一個想法 其實像在巨量分析的部分的話 其實跟在比如說在健身房這部分的話 導致是可以做一些連結的部分 比如說像現在的部分 其實路跑其實越來越多 像我周邊的很多人 其實越來越多喜歡去路跑 那路跑是戶外 那健身房是在室內 那這兩個未來怎麼去把這個路跑跟健身房來做一個連結 這未來可以去做一個思考 比如說你在路跑這麼多人喜歡路跑的過程中 問題是說他在一些比如說有沒有辦法透過一些重量訓練 或局部的一個部位的一個訓練 可以增加他的路跑 比如說他路跑可以越跑的持續線 或者說他可以減少運動傷害 比如說像我最近半年的膝蓋一直有問題 想跑步的但是膝蓋會出現問題 那像這些東西比如說 未來可以去思考比如說有這些巨量分析裡面 能不能把這些路跑一些數據 他可以轉化到跟健身來做一個結合 那怎麼去做這樣一個強化訓練 其實這未來可以做一個思考的 那當然副校長也提到說 其實在民生學院的部分 是可以把一些比如說 資科學院的老師引進來 其實這未來他在所謂的 我們過去談生產力四點 他絕對不是專一領域 他可以來做一個承載的 他強調在生產力四點 他強調是所謂的一個多元化的 多職能化的一個配合 那在可能在民生學院 他的學生的部分的話 他可能不只是由過去的 比如說民生學院給他們一個專業訓練 他可能要像這兩邊看到的 就是要不學無數 就他可能要多元性的去 比如說像資科學院的老師過來的部分 跟他談一些比如說 巨量分析的時候的話 就像巨量分析在民生學院裡面 不管你這些十一柱型的部分 他其實都可以來進行一些分析使用 那他敏感度會更高 那相對他未來發展一定會比其他學校的這些 相對的一個民生這些相關科技 他更有一個長處 那我大概以上補充到這邊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受進的一些提議和建議 不知道還有沒有 余子恩 佛校長還有各位貴賓 還有在座的各位長官各位老師 大家安安 那我這邊有個問題 就是想請教那個 河順工業區的陳理事長 對 因為畢竟我們生產力4.0 的內涵是工業4.0 那您在這個河順工業區 應該是有很多的廠商 那剛好也是我們在地的台南的廠商 所以說我想要聽聽看就是 陳理事長你那邊的話 就目前 因為剛剛德界的陳總也有提到 目前業界大概董生產力4.0大概三成 因為還有七成的廠商是不知道 或者是不了解 那我想請您稍微講一下 目前在河順工業區的話 到底有哪一些廠商 是可以做到所謂的網 就是賣相聲哪一次4.0 那另外的話 假如說我們昆山科大 想要去到河順工業區的話 您覺得有沒有可能 我想要說請您看看 有沒有提一些意見給我們參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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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們河順工業區 目前的廠家數有548家 總員工人口數大概在16000位左右 我們工業區的面積大概是168公頃左右 而以目前來說 以我所知道 都是一些大規模的廠商都有在做 大概佔不到兩成 佔不到兩成 我們也很希望說跟 各大來進行一些相關的 合作產業合作都可憐 像以我自己本身的公司 還有目前也是在我們昆山中學裡面 有五位學生 就當 因為我就當他們家長會的時候 我就積極幫這些學生找一些工作 但是我跟他說我不是要轉工作 我要的是要找幹部 我是用培訓幹部的方式 在培訓我們下一代 我把我們的技術轉移給我們的下一代 我會事先跟他們溝通說 我給你們五年的時間 你們用這五年好好的去學 學這些技術 學完以後 然後你自己還要花五年的時間 再去創造 如果你自己有人力的話 你自己不會鼓勵他們自己去創業 讓他們去當個老闆 然後我會把我公司的訂單下給他們 他們就不用擔心說 他們沒有 他們要創業的時候 就不用擔心客員 但是我也不用擔心說我沒有練功 我是用培訓幹部的方式去創造我 第二批我的施展線 我是用這個方式去鼓勵那些小孩子 當然這些小孩子目前 這五位目前都是18、19歲 在我工廠也大概 從去年開始 在學的時候 就利用晚上三個小時 就進來 然後每個小時 大概給他實薪140 還有另外一家勞健保 還有一些津貼補助 他們也做得很樂意 包括現在今年6月4號畢業以後 他們其中三位 就轉來我們都是做正職 但是另外五位鼓勵他們晚上去讀業校 這三位都有報業校 公司也有補助他們一半的學費 這是確定的 其中一位好像也有在昆科大 一位女生 他也是讀業校 他也是在學我們的板金部 所以說 未來我們和事務過去也很希望說 有這個機會跟我們昆科大 這邊來做產業界 大家來媒合看看 需要我們產業界這邊的資源 我也很樂意幫你們去媒合和管界 尤其我們公區裡面的金屬類 包括裡面有四家上市公司 最大價就是以我們的東洋企業為主 他做保桿 全國最大的保桿跟那個塑膠零件 就以他最為意 他也應該也跟我們昆科大 有做雙口期間計畫 他做的期間計畫 以我自己知道是他們需要是工人 他們沒有傳授一些技術 因為我常跟我這些 那五位小朋友說 今天你來我公司 就是就算你二十年三十年後 你想要退出 你能夠得到什麼 你得不到什麼 但是我提醒他們說 你趕快給我學一點技術 然後公司就 等於說他做我的下包 我把我的工作分給他們 他們也是屬我的下包下流長頁 然後我就可以再 繼續的追求我的技術成長 因為我說難聽講 現在我要請工也請不到 像我開工讀 工讀 每小時也是一百歲 也找不到 這連已經 報紙網站 一個禮拜 都還是 陰真的有 二三十個有 但是問題是 能夠來的大概只有五六位而已 因為雖然我們這個是屬於 比較傳統的產業 但是說難聽點 傳統產業真的是能夠照顧一個家庭 真的是沒有問題 就像以我自己的力道 我雖然權力也不高 我只有國中畢業 國中畢業以後 我就展望我自己的家庭書 我的同學他也很羨慕 因為他們高中的時候 我已經在打拚了 一樣的道理 他們騎摩托車我已經在開車了 像現在我已經掌管三家公司 我連經驗也超過好幾千萬 相反的 我有一劑資產 問題是我那些同學 不到大學畢業 出來以後 也是單著一家小公司的一些 也不算是主管 讀書真的不是說不好 但是我認為說 應該是先有一劑資產 然後大學端的話 因為現在都是靠學歷 像我自己學歷不足 我也是一天 也有跟我們昆山中學 報名要讀業校 也是要一方面補一個學歷進來 這會說 就我們副校長 剛剛開始有講的就是說 可能先離技術資產 然後就看學生的意願 再讀業校也可以 但是我會鼓勵我們裡面的員工說 這樣去終始 我會跟他說 我以前是怎樣過來 賺錢歸賺錢 但是你學歷在這個社會上還是很重要 所以我會鼓勵我們那些員工說 盡量去幫我跑夜間部 如果真的有跟公司簽個合作計畫 公司都會補足他們一半的學位 讓他們去盡量去完成那個學業 跟工作技術這方面 所以我們都很 本來我之前也跟台南大學說要簽合作 但是因為有 好像因為我們經濟部 只跟五個工業區 談合作而已 不跟我們一般都市計畫的工業區 談這些產學合作 所以說可能 因為我之前也有透過地委 他們還在溝通中 我們可能說我們可能以一般私下去簽比較快 這樣子可能你們 坤科他可能沒有辦法拿到 那個經濟部或交易部的一些補助 可能這樣子 一無所謂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盡量說 可以是你要先簽沒關係 但是盡量去突破這個點 因為這個點 我已經有提案了 我們那個 台南市的理事長年議會 已經有提案警司長去幫忙 推這個案子 然後給我們全台南市五十九個工區 大家都可以享受到這個 跟大學端這個建教合作 或是產學合作這方面的資源 以上就是 好 因為我們的時間有限 表定的實力已經超過了 我這邊最後只有兩個期限 第一個 希望我們學校 延伸學院的師生們 未來要推生產力四點點 老師一定要一身做成 一定要先去了解到什麼 叫生產力四點點 也鼓勵我們的學生多方便的學習 不要局限你 你原來的那一小塊 否則的話 將來就業的機會就會更小 甚至於你的心智會增上 第二點 我的旗員也期盼 我們這個謝總監 然後陳理事長 還有這個陳總監理 這邊的 這一個不管是勞動部的 或是產業界的 未來能夠幫忙我們學校 相關的系所院教學單位 提供給我們相關的就業 實習老師師生實習的機會 甚至於NR 這些我們都很樂意來配合 以上就拜託大家 我們今天的這一個 研討會跟前面聯理 就到這邊結束 抱歉 不是一個很好的主持人 把時間給我抵抵掉了 謝謝各位 謝謝 非常感謝各位貴賓 工作順利 謝謝大家